哈喽大家好我是安娜 在这次大阪四天三夜的小旅行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两家超时饭店 及两家平价烧肉 以及零空城outlet的攻略及交通 我这次是住在新灾桥站 从大阪机场的第一行下搭南铁特快 不到35分钟就可以抵达南坡站 在大阪的新灾桥站 就是从南坡出来之后 就有很多的购物厂 购物间 那一张老友明珍探科呢 第一家我要推荐的超值饭店是科德饭店 它的地点非常的好 就位在新灾桥的购物商圈内 而且饭店非常的干净 柜台也非常的有礼貌 服务很好 黄金周单人房一个晚上是1700块台币 唯一的缺点是单人房真的非常的小 如果你的行李箱是双开 那你要把它打开就非常的困难 另外科德饭店里立丸烧肉 走路只要三分钟实在是太方便了 第一家我要推荐的平价烧肉店 是立丸烧肉的新灾桥店 单人友善用餐不加价 我这次是吃和牛吃到饱120分钟 连一瓶啤酒大约是1300块台币 如果你到大阪的目的就是吃吃喝喝买买买 那我非常的推荐你可以住在新灾桥商圈附近 当你买太多或者是逛袋类 随时都可以回到饭店 在新灾桥住了两晚之后 我就要搬到机场饭店 我现在已经进来车站了 我觉得他们的指标很明显 而且非常的好找 9号就是在站右边 他们已经来了 第二间我要推荐的饭店是关西机场的日航酒店 走路到机场只要三分钟 有餐厅有便利店 而且服务超级好 这是我在日航机场饭店 大阪的机场饭店 还不错 就是虽然是单人房 但是空间上还算OK很大 至少我的行李现在打得开了 第三个晚上我是住在机场的饭店 是因为我要来逛林空城的outlet 从机场有直达的shuttle到林空城outlet 只要数分钟单趟是300日元 我是先到饭店把我的搭行李 先寄放在饭店 我再搭shuttle来outlet 搭shuttle比搭电车方便太多 而且在饭店寄放我的搭行李 是不用费用的 如果你是来林空城 寄放你的行李 吃300元到800元不等 从shuttle下车之后 上来就是nike 我建议大家在这里要预留3到4个小时 outlet里面有美食区 但是你也可以在附近吃饭 不一定要在outlet用餐 这边有麦当劳还有美食间 我第二个要推荐的平价烧肉 就是这一家左边 这一家平价烧肉吃到饱 真的太便宜了 一个人喊软性饮料只要500台币 而且不限时间 单人友善不加价 我已经回到我的日航机场饭店的 这是我买的鞋 我觉得new balance的鞋做的比较漂亮 这是我在outlet配的眼镜 我的镜是有加深的 反正是650度 现在是配700度 还不错 这个镜框是打了5折 原价是14000 打了5折是7000块钱 就是含镜片 那还有这个盒子也蛮好看的 再来还有就是我们是免税价 所以大概16000多块钱 大概合台币我是用paypay 合台币就是1300 超划算的 阿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次在大阪买了一些零食要带回台湾 还有一些是放在药妆品的袋子 那它是不能够拆的 要回到台湾才能够拆 有些我已经吃掉了 有些在大创买 现在大创很多 这个比较贵 这是300块 但是你现在大概汇率 你就是直接1除以5 算0.2 现在是0.213 但总之你就除以5比较好算 这才60块钱 这个是100块 有些大创的零食 一包 这样一包是100块 除以5 一包20块钱 台湾大创最便宜是39块吗 还是49块 所以呢就是便宜很多 像这罐蜡油 一模一样的哦 大创是100块钱 再加上税108 那在便利商店就是要卖150 60块钱 那有些是在便利商店买的 像这个我喜欢是挖 哇沙比口味的洋芋片 这个是卡比的 还有今天有买到蔬菜片 还有这是雪鱼条 就是地瓜啦 一些坚果类 我们家喜欢吃这样一包一包 然后就会把它放在一个大盒子里面 想吃的时候就是拿出软吃 就是不会说担心说开大包装的开封以后会受潮 然后你可以选各式各样的口味 我比较不喜欢那种一次要买好多包 很多种就是一样的 因为我是比较喜心厌旧的 我喜欢就是一直吃一样的东西 所以呢就我喜欢这种小小包装的 那你可以买各式各样不同的口味 分享给大家这次大阪行 很开心买到了西装 买到了T-shirt 买到了药妆 买到了彩妆 买到了彩妆 买到了鞋子 还配了一副眼镜 就是还要买到这么多东西 四天三夜很充实 我除了shopping 还是shopping 那明天早上就要飞 就要回台湾咯 结果我在大阪的关西机场 又买了不少 日本真的是太可怕了 你根本没有办法不花钱离开 下一部影片还是要回到MSC的Eurebia 要还有一些要跟大家分享的 另外要跟大家说 载我从汉堡飞杜拜 转回来台湾的时候 阿联酋把我的行李给搞丢了 在不知名的地方迷航了六天 当我从大阪回到台湾的那一天 我跑到华航去问 然后他们才告诉我说 已经找到我的行李 会跟着当天的EK366 从杜拜回来台北 再转交到我的 送来我家大概已经是晚上的十点 其实所以我在大阪旅游的这四天三夜 我的心情是比较沉重的 最主要是找不到我的行李 我的行李有太多的纪念品 所有Eurebia的行程表 很多买的纪念品 还有我的衣服 最主要还有我的这一只可爱的小熊 是我在不如日买到的 就是还有我的Hello Kitty 很多很多 就是不管阿联酋或者是保险 赔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 但是很高兴就是也很幸运 还是回到了我的身边 所以下一次还是要跟大家分享Eurebia 就这样咯 拜拜